一直以来,中国的复兴之路都走得颇为坎坷 东南方多有美军、澳洲等国骚扰不断 南部地区又有越南将其美跌表中心 而西南方向也同样不太平 在23日深夜,中国边境城市突然遭到炮火袭击 有消息显示,与缅甸的边茂口岸也被紧急关闭 战火离中国还有多远呢? 在本月24日,官媒央视军事报道称 在23日夜间,缅甸北部边境城镇木姐发生武装冲突 而同一时间,中国边境城市也遭到炮火袭击 数枚炮弹袭击了中国边境城市建筑 在社交媒体上,有该城市目击者称 当夜有数次爆炸声响起 一些学校建筑和车辆被袭击 一些建筑上有明显的子弹击中痕迹 不过暂时没有受伤者的消息传出,算是万幸了 据官方的消息报道 如今中缅边境的边茂口岸已经被紧急关闭 何时重启,有待情况进一步发展 事情发生后,国内舆论一片轰动 实际上中缅之间的关系一向不错 自上世纪50年代建交以来 双方领导人就有着互访传统 而伴随着中国的发展 双方的合作领域从原来单纯的贸易和经济援助 扩展到工程承包、投资和多边合作 中国已经是缅甸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缅甸对中国来说也非常重要 其地理位置直插印度洋 可以说是中国在印度洋上的天然出海口 而且缅甸的海岸线非常长 非常有利于中国建缅甸为跳板 直接进入印度洋 而一旦在印度洋上有足够控制力 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力就会大大加强 可以说缅甸是中国伸向南亚非洲的一个翅膀 有分析人士认为缅甸的反对派武装一直存在 而且拥有一个神秘的资金来源 这一点显然是外国势力干涉的缘故 而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反对派武装经常性地挑中缅合作时机 在中缅边境上制导事端挑拨中缅关系 从霍伊角度来看 东南亚国家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毕竟战火一旦点燃 整个东南亚都容易被殃及吃鱼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此有不少人更倾向于西方国家的暗中支持 比如美国 而最佳的推测证据 是如今的缅甸最高领导人昂山素季 曾有过一次此地无银300两的发言 当时因为中缅因投资合约问题产生冲突 说了一句 勿将缅甸变成中美角力厂 有一点需要指出 昂山从小在英国长大 长时间在西方生活 是典型的被西方培养起来的政客 需要指出的是 这样的边境袭击事件 在五年前也曾发生过一次 2015年3月13日下午 缅甸军机炸弹落入中方境内 造成无辜平民四死九伤 2015年3月13日晚 外交部紧急召见缅甸驻华大使严正交涉 同年3月15日 大批解放军陆空部队进驻中缅边境的云南林仓 当时有报道 疑似空军 歼11部队也已开始在上空巡航 红旗12防空导弹 35毫米高炮 挂霹雳8导弹的歼7战机等 也进驻中缅边境 双方一度剑拔弩张 不过这一事件最终以缅甸方面高层紧急访华而告终 时隔五年 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而当前的国际环境 对于中国也颇为不利 美国方面不断集结西方反华势力 就这场公共卫生危机问题污蔑中国试图甩锅 哪怕是自己航母全数被击沉 也要拉着澳大利亚方面在南海挑衅 而印度也是如此 对国内不管不顾 却第一时间找上巴铁 执意挑起战火 如今中缅边境又是突然袭击 战火离中国还有多远呢 当然从这一点上看 中国近些年的急速报兵也就显得有些先见之明了